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講一下內地有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關於有些城市 人口在300萬以下 放寬了落湖登記的政策 其實內地的城市其實分了幾個等級 我自己去分的是北上廣深 香港就是第一級 最頂級的城市 然後有一堆就是二線城市 然後就是三線城市 其實跟它的人口很有關係 其實北上廣深的人口會有多少呢 或者跟大家講一下 北京上住人口是1800萬 上海是2400萬 重慶是1500萬 廣州是1180萬 深圳是1252萬 這些一定會是一級的城市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想去這些城市呢 證明那裡那個去賺食的能力 就是去賺到錢的能力是非常之高 才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去 如果不是的時候 就應該是人口是會流出或者是減少的 那為什麼之前經常問我 為什麼你這麼不好看不好日本的房地產 我就說日本的人口是向下的 由一億人口慢慢變成9000 然後可能變成8000 然後再重要是老化 他們欠缺了一個開放 容許外國人移民 或者去入去那個地方住那個 那個空襟 所以令到那個民族呢 越來越封閉 只是講日文 英文都不是很會講 其實我自己看日本是相對於 是落後 還有停留於工匠式 那你說最 最 怎麼說呢 最最好的 就是東京 但是一離開了東京之外呢 其實呢 都是家族式啊 煮麵啊 煮三代啊 百幾二百年啊 釀酒啊 其實都是維持這些業務的 那所以我自己看就是 日本是走下的 而中國呢 就走向上 因為他們城市化得很厲害 剛才說了 一千萬以上的 城市呢 那至於五百萬到一千萬有什麼城市呢 有瀋陽啦 天津啦 鄭州啦 南京啦 成都啦 武漢啦 杭州啦 長沙 和東莞 那就是說 這一堆城市 接下來都是會 流入的 那些人口都是會流入的 那個經濟 但是 照道理應該都是會向上 但有個城市可能會要小心一點 一個就是瀋陽啦 還有一個是東莞的 因為瀋陽呢 以前在 應該是上十幾年呢 他們的 瀋陽市政府是非常之 進取的 他們一條青年大街呢 已經有二十幾個項目 每一個項目呢 就好像 上海的金貿大廈的體量那麼大 就是 那你想一下 可不可以消化得到呢 是不是過份投資了呢 還有 還有在這個叫做 東北三省裡面呢 他們以前 著重呢 就是一些重工業的 因為現在重工業是向下的 那接下來 中央政府 是調整那邊的政策 但是 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看 那這個呢 就是一些 五百萬到一千萬的城市 那至於人口 是在三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呢 有什麼呢 有哈爾濱啦 長春啦 大連啦 太原啦 青島啦 濟南啦 西安啦 蘇州啦 合肥啦 寧波啦 昆明啦 廈門啦 和南陵 那這些城市呢 都是有些省匯的 那很奇怪的 譬如你看廈門呢 它的樓價是特別貴的 呃 可能那邊真的住是很舒服 那麼你會看到 不同地方 很有趣的 就是每一個省 其實它有個文化 最喜歡的住是住哪裡呢 住那個省匯咯 就是那個省那個 那個級的那個城市 是喜歡去住那裡 那麼再 那些人再高級一點的時候 就會住一些 剛才想說的 就是那些五百萬到一千萬的城市 再厲害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搬去 北上廣深和香港這五個城市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 城市是有階梯的 一級一級升的 就是你由 就是等於你住地方一樣 我又 我喜歡由深水埗 我跟著搬去 荔枝閣 美孚 跟著我又搬去 奧運站 跟著搬去九龍站 跟著搬去半山 其實是一級一級上的 那這個是一個城市的階梯來的 那我想今天我就先說這麼多 拜拜